专业里面呢有就是针对这个范例 里面到底我们的问题核心在哪里 然后比如说第一个希望找出年次 然后其实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串接手机号码 然后最后做出那个枢纽分析表 大概需求大概类似这样这样 那首先的话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相关的这个补充的资料 除了在讲义之外 所以你们可以在云端 我刚给各位那个网址 除了可以在讲义里面 这边有个讲义啦 讲义是一个PDF档 除了可以 这个也是我简报里面内容 除了可以在这边找到之外的话 你们也可以善用在云端白板画面 这个云端白板画面实际上是更完整的 每一道题的解答 包含就是说第一道题 我们电信页的这个手机号码 那首先第一个题目 我们要用REPD加LE 那其实最后的结果公式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假设好有些地方也许不太OK的话 没关系你可以找一下 上面其实都有相对应的这个答案在上面 那最后当然我是希望说会是一个简单的年次的枢纽分析表的话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第一个的话我们先针对手机号码这个栏位好了 所以第一个 假设说我今天希望把这边的电信叶子 把这个手机号码串接在一起的话 当然第一个啦 我们不是要土法链钢啦 所以你不要自己在那边敲 自己用打的 第一个当然用串 串接的话它原则上公式 我们就有标放在资料编辑列上面 然后呢开头一定是09 所以09 end 那这个end是说我把这个文字跟哪一个文字串接 或者说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我跟他讲说我指向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09 当然你可以打勾一下看一下 他0911 那后面的话呢还需要一个end 再串一个什么串一个-号 所以你再一个-0911 然后一个-号 那当然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假设不太熟悉这个公式的话 也许你可以不需要全部把公式打完 你可以先一边打完某部分 然后先打勾看一下 这个结果会不会OK 那如果OK的话你就继续做 如果不OK 我建议你就是再修改 除非说你已经非常熟练了 一下可以全部把它打出来 那没有问题 那首先的话呢当然呢 我们如果用REPT的话 比如说呢 这边可能会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 重复几个0 那重复几个0的讯息部分的话 重复几个0 那主要是根据什么 所以前面这部分的话 其实重复几个0 那根据什么 因为呢 我们逻辑是 这边一定要有三个字 所以呢 我怎么知道这边是不是有三个字 那理论上当然两个字而已 所以如果理论上两个字 那不就缺一个字 那也就是说 我再重复一个0就可以了 所以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那只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概念 变成一个公式 OK 那首先的话 我们就是需要利用 第一个 重复几个0的话呢 那当然我们就 后面一定就是end 那用了函数的话呢 我们是用REPT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REPT 前刮弧 OK 当然可以自己打 或可以用插入函数也没关系 然后呢 你会发现REPT 前刮弧之后 它会给你提示 提示什么 诶 Test 那什么叫Test 其实顾名思义 你要重复什么字 那如果是Test 记得 一定要前后加双引号 因为在Excel公式里面 反正是文字 一定要前后双引号 如果没有前后双引号 那就是数字 OK 所以如果你输入0 前后没有双引号 那当然就错误了 因为它要的是一个文字 结果你给一个数字 那就会出错 OK 逗点 逗点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会跳到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是Lumber Times 顾名思义 就是重复几次 当然以这边我们是输入一个字 可是问题 这边当然输入一个0 就重复一个0 可是问题底下这边是没有 所以没有0 那或者是这边要两个0 那所以这个地方你就不能输入一个固定的数字 那可是问题 它不是固定的 那它跟什么有关系 跟它里面总共是不是三个字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 简单的就是它一定是3 里面一定要三个字 那我怎么知道它里面到底几个字 要重复几次 所以我可以用减 减 减掉什么呢 它里面算完的字数 我怎么知道它字数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再用到一个函数 叫len 这个len的话 实际上就是钱瓜糊 就是算算 帮我算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len钱瓜糊 它会问你说 请你给我一个test 什么呢 就是给我一个文字 那我把这个区码里面的字给它 ok 那因为这里面只有两个字 所以它算完之后它要return 返环告诉你说 里面有两个字 也就是说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3去减 3 减掉里面两个字 那不就得到等于一个字 那意思是说 这边就帮我重复一个0的意思 那如果像这边的话呢 它用len带过来的话 那它因为里面只有一个字嘛 所以3减掉1 那就两个字 那意思就是重复两个0的 ok 所以哦 我们如果懂这个逻辑的话 记得最后哦 哦 这个repeater有前刮户 那一定会要带一个后刮户 所以这个地方再加一个后刮户 好 那我们就先把它打勾看看 结果是不是如我们所要的啦 打勾 那你会发现 哦 它就帮我补一个0 那补一个0之后的话 那再来的话我就把84串在这个公式的后面 所以end这个 H4打个勾 好 那基本上的话 我们离那个最后的结果也蛮接近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那个 门号的末码 那你会发现门号末码跟门号区码 它的公式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啦 差别只是说一个是指那个H4的储存格 一个是I4的储存格 所以呢 其实假如说呢 我们要省一点时间的话 基本上这边的公式 其实可以不用重打 我只要怎么 看到就是说从这个G4的4后面这边 end要留 到H4的这个公式 我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那复制之后的话呢 我可以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后面 所以哦 这一串哦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呢 再把它贴到后面 贴上 记得end的符号一定要复制哦 那当然你如果打勾的话呢 它就又重复啦 所以我只要更改什么 把这个H4 改成I4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那你改的方法可以选取点这个位置它变更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H改成I 然后呢 最后按一个打勾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那并且把它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就出称格的右下角会有个空点 那你快点两下 它就全部完成了 那你可以发现哦 底下的话呢 原则上应该就没有错误的这个手机号码 OK那这样的话很快我就可以把手机号码全部都串 串成我需要的格式了 那这个的话呢 当然就是 第一个方法 我们主要是利用REPT加上LEN 可以把这个地方的结果给做出来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主要这两个函数呢 应该很多同学也许没用过啦 不过没有用过至少你要知道 那个使用的方式 尤其是慢慢要体会一下 就是说你打这个REPT的时候 那当然你钱瓜糊 尤其这个地方哦 它会跳两个参数哦 所以慢慢要懂得习惯就是说哦 它跳出来的这个就所谓的参数 那参数里面到底要给什么资料 如果你慢慢可以体会 就是这个部分的话 相信以后即便某个函数你没用过 你也可以慢慢可以知道 该怎么去使用它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哦 假如说呢 你想要知道更多的相关讯息 因为其实它里面 已经有提供一些相关的 这个参考啦 只是说它说明不见那么清楚啦 那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把游标放在上面之后 按下插入那个 就是函数 然后呢底下这边有一个函数说明 那它也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函数里面 应该要带哪些参数的 相关叙数啦 只是说它这个叙数里面 虽然有写一些资料 但是有时候写的满像天书的 那不过至少有的参考啦 它这边有什么必要 必要然后里面一定要 提供什么样的资料 OK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讲的这个题目先完成 试着把手机先做出来 那当然呢如果这个地方 除了说用REPD加L1之外 其实还可以用那个 其他的函数 其他的方法 那我后面还有提供方法2 因为REPD加L1 实际上还是有点麻烦 另外其实你可以用另外函数叫TST 这个TST函数 这函数其实相当好用 而且相当的重要 然后如果你懂了这个TST函数的话 等一下可能会更加的简单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 REPD加L1试着做做看 把画面先切换给各位 好 好